好 七十个七 那这个呢我们刚刚讲过了 那这个最重要的 单于七十个七的预言 那当然他要成就的事情 写在这里 那这七十个七 我们现在知道是指的七十个七年 七十个七年 那七十个七年呢 大家就把它先记起来 这个概念六十九个七年 那这个六十九个七年怎么算 就是这个七跟这一个六十二 七加六十二就是等于六十九 好不好 这样子 这是六十九个七 那最后还有一个第七十个七 那他这个六十九个七里面 又把它切成了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 可是当你在读那个单于比如说 他讲到那个过了六十二个七 他是讲这个时间点 他不是在讲六十二乘以七 他是讲这一个六十二七 意思是在讲说七个七过去了 六十二个七也过去 这个时间点六十二个七 那既然讲到这过了六十二个七的话 七个七也过去了 这样给来 这样有没有把你们给抛丢了 有没有啦 有跟上 好 OK 所以你们这样才被迷糊掉 OK 所以呢 因为这里面讲到过了六十二个七 那个Mashiach OK 可是呢 不是The Mashiach 好像Antichrist 敌基督 敌基督灵导致到世界很多 对不对 敌基督的那个 受敌基督影响的 影响的敌基督 还有一个最大的 的那个特定的 最邪恶 对不对 最厉害的那个 的 那个是后面才会出现 一样 那这个是的 所以呢 这一个Mashiach出现的时候呢 就是六十九个七 这样子 这样就知道了 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 就是六十九个七的时候 Mashiach就出现的时候 然后呢 当然他要从那个亚大西西王 下一个命令 以后 从那个触发点 从那个点开始算 六十九乘以七 的那个年 四百 四百 四百八三年 那因为今天不是在讲 但以理书 我们就先这样 大家有这个概念就好 没有办法再去讲 里面的东西 你看被减除有没有 所以我刚讲过了六十二个七 他的意思是说 前面的七个七也过了 然后再过了六十二个七 就六十九个七的意思 OK 那弥撒尔被减除 有没有被减除 有被减除 就是很奇妙啊 对不对 所以说 为什么弥撒尔被减除呢 OK 那圣经就有预言的 所以耶稣 就跟这些门徒在讲啊 讲啊 讲啊 对不对 圣经里面很多地方 那不知道 但以理书就很清楚了 对 弥撒尔出现了 那你说你今天 如果你是耶稣那些门徒的时候 你也会算啊 换时间啊 从亚大学习王下令开始啊 时间点是不是 就是在这个483年的 那个window里面呢 在时间之窗里面啊 这样嘛 所以难怪我们旧约 难怪新约一开始的时候 就弥漫着 大家都在找米赛亚 你是米赛亚吗 对不对 我已经拿单页出 我找到米赛亚了 大家都在找米赛亚 why 因为算一算 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新约一开始 就弥漫了这样的气氛 然后呢 圣所有没有看到 毁灭神和圣所 圣所是圣殿 很清楚嘛 所以耶稣那时候也就是 这个殿 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right 这样子 那其实呢 他就是在扩这个 战役礼书嘛 好 这样子 那当然呢 我们知道说呢 最后呢 那这些都过去了 过去世了 那就是剩下就是这个一七嘛 一七嘛 最后一个七嘛 第七十个七 那这个还没开始 OK 那我们就是活在69个七的 过去跟一个七的 但是已经非常接近 这个七要开始 始终要开始跳动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七呢 他又把它切一半 所以那个一七 还有一个一七之半 那就前面三连半 后面三连半 这个七又三连半切出来 好 才会有这个一七之半 然后呢 就是 锁定的结局 那就是everything end 这个就是end 末期 这个 就是主耶稣在回答的 马太福音24章 末期 何时来到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是 在以撒书的 里面 的修止符 这个呢 也是 为什么我要写 好 在这里 耶稣照稿念 还会念错吗 真的很奇怪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标题 真的吗 耶稣是照稿念 还念错了 那你说耶稣会错吗 他不会错 所以他那个里面 就一定有奥秘 就有隐藏的东西 的奥秘在里面 好 所以呢 你看 他呢 就念那个以撒书 以撒书 然后他要找 他特别要找 有没有一个找 他知道他要找哪一节 因为 OK 好 那他就找 找了以后呢 他就开始念了 好 就这样 主的灵 其实应该是 耶和华的灵 大家把它改成 耶和华的灵 因为以撒书这么写 耶和华的灵 在我身上 好 然后呢 好 然后呢 你看看 到这个猜 前我报告 被掳得释放 叫那受压制 都得自由 这个你在那个 然后报告 神约到 人的 其实这是恩年 这要把它改成恩年 不是洗年 不是Jubilee year Acceptable year 因为你要回去 我刚刚只要还原现场 还原那个以撒书 等一下我给你看 以撒书原来的 耶稣quote 拿以撒书的地方 好 那这样子 你看 我把这边 这边画了一条底线 瞎眼的得看见 大家注意这个 好 然后呢 讲完了 好 念完了 那耶稣就说 好 今天这经就 应验在 你们耳中的 这个实在很特别 就是说 那个以撒书里面 所写的 预告的 那个人 现在就活生生的 站在你面前 然后去读那个 预告他的 经文 用他自己的声音 读给你听 今天这个经验在你的耳中 他亲口 用他的独特的大牧者的声音 Maria Oh 夫子 Maria 他特别 那个很有磁性的声音 他用这个 耶稣 他磁性的声音 感性又磁性 感情 封过身上念 今天这经 活生生的一个声音 活生生的一个人 有血有肉 会醒走 把指着他 所写的 念出来 用声音 进到你的耳朵 Ok 所以 还原现场 假设 我们现在都是在那个场景 现在 With such understanding 你了解了 这一个张力 跟着这个深度 跟着这个冲击力 请问各位 你会不会当场运到 Right Yeah 我现在讲的有点shaking Right Yeah Ok 好 那我们再下来 那他这里面呢 好 就是 Quote 是以撒书 他刚刚讲的 以撒书 的那个 61章 好 你看 他Quote以撒书 61章 我 1到3 我写在这里 对不对 好 你看 首先第一个点 他呢 没把它念完 这很奇怪 差以前 一直念到 被囚的出奸牢 报告 耶和华的恩年 然后我这边 把他放了一个 那个音乐的修指符 大大的放在这里 来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赐华冠女 喜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又 代替悲伤 扎美 一代一又伤之灵 使他们成为公义处 是耶和华所在的 叫他们得荣耀 好 为什么 耶稣你不安好 你说你念错 搞 也就算了 那你又不念完 念到这边就停了 然后就把它 合起来了 然后说今天这经 应该在你们耳中 那 这很 很不对 就是在他们的 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啊 你怎么可以断章取义啊 对 对不起 他就是断在那里 因为 他一讲完 一合起来 事情就成就 修指符就按下去了 但以理的 六十九个七的时钟 停下来 到 停两千年 修指符 OK 因为呢 这就是 春季节期 耶和华的春季四个节期 第一次再来 完全是怎么样 在做这些事情 OK 然后呢 是 耶和华的恩典 Acceptive Year 天国门大开的时候 包括外邦的 OK 好 然后修指符了 来 后面这为什么不念 因为不是他第一次 要来的使命 不是他第一次 要来成就的事情 他不能念 他一念下去的话 就整个就结束了 我们那时候都还没出生 我们都没有进天国 还没有出生 你怎么进天国 Right 是不是这样 好 所以 停在这里 所以耶稣照稿念 他没有念错 他只是放了一个修指符 那这个修指符呢 就是对应 刚刚讲的 前面那些的点 不是我有指导 两次应验 什么 有没有 还有那个五花果树 发生枝 长绿月 很多的点 我刚刚前面讲那些时间点 OK 这些都要一起应验 OK 好 那所以到这里修指符 好 那这样我们就去 那为什么 那后面是什么 后面是神报仇的日子 所以神是会报仇的 那所以神说报仇在我 报应在我 Revenge 然后呢 还为什么要安慰 因为那时候当然就是 这个呢 就是在end time的时候 尤其敌基督兴起的时候 那当然是 那个时候呢 就遭受神的子民 遭受极大的逼迫 当然虽然是极大的逼迫 但是我要请大家记者 这个铜板的两面 那同时也是极大的 圣灵的大副 大教官的时候 也是最大的灵魂 大收割的时候 那我虽然之前讲 14万4千人 他是以这个为核心 不是只有他们 也没有说只有他们 对不对 而且教官所有凡选 我的死女 我的儿子 儿女们 都要说预言 所以那是普遍性 global的 全球性的 也是一个现象 OK 那对 那刚刚张长导 有跟我提醒说 那还要讲一下说 那个呢 就是春雨秋雨 大教官 合起来 这个叫 就是那个双倍 double 那个outpouring 这样子 OK 那个呢 其实就是对应 耶稣在那个 祝鹏节那一次 祝鹏节 因为讲到那里 我就必须要讲这一点 就是说那个 祝鹏节那一天 耶稣那个 在 就是七天晚的 第八天那个 然后他们不是把那个水 浇灌在那个 那个 那个 祭坛 对不对 然后呢 大家都在听嘛 听那个 因为那个 那个祭坛 不是都烧火吗 很热吗 对不对 那水 水 浇灌 用下去 然后它会变成 然后变成水蒸气 对不对 然后就说 就是说 那来 后面的季节 我们需要雨 对不对 然后就怎么样 赐福给我们后面的什么 所以就是在那个moment 这个是 一根回文针 掉到地上都会听得到 虽然那个圣殿山 挤满了人 大家就等着 要听那个 水浇灌下去 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那个时候 耶稣跳出来 用尽他的肺腑的 极大的力气 凡渴了 可以到这里来 他必永远不可信我的 对 必永远不可 然后从他腹中 OK 要蹦出火水的江河出来 就是讲的就是那个 西乃山下面 那个灵盘石 对不对 吩咐 火星一分入 那个水是 冲下 你到现在去 到西乃山 你还可以看到 西乃山下面 在Runwald的考古 河床的道都还在那里 给几百万以上 奇怪 那个水 石头里面 怎么会有水 难怪他是生命之死 The rock of life You know 石头才会水 OK 所以anyway呢 所以说他从腹中 变出这个 火水的江河出来 OK 那是在什么时候 他就是在预告说 后面就是会有这种 圣灵的大浇灌 约尔书 OK 那是在后面 秋季结起要发生 好 那这边我就讲完了 那 所以为什么悲哀 忧伤 这些的 报仇 这个 那个就是讲到 后面他第二次要来的时候 而且经过的 最后的三年半 好 那我们再往下 那中间这个修旨 这个修旨2000年了 好 刚刚我有请大家注意 瞎眼的得看见 奇怪 圣经明明讲 他是把以撒书 找到 刚刚那个以撒书61章去 照着以撒书造稿念 然后呢 啪 插进来这一句 叫瞎眼的得看见 有没有 对啊 你说他造稿念 有没有念错 你不懂的人说 耶稣啊 连造稿念都念错了 就没有这一句 你怎么会念这一句出来 这他特别加进去了嘛 故意加进去了 故意加进去了 就告诉我们 你要注意 所以啊 那 那那个是在以撒书35章 瞎眼的得看 还有别的经文 但是呢 好 这里 好 那你看 瞎眼 瞎子眼睁开 龙子的耳 必开通 这样子 好 瞎子眼睁开 那这个 他来的时候 有没有做 他有做啊 对不对 那所以为什么 那个 耶稣在光明节的时候 开了那个瞎子 巴迪买的眼睛 That is such a big deal 因为这些法律 没有办法相信 也没有办法去承认这个见证 因为呢 那个 谁能够开 生来 出生 就是瞎子的眼睛的 那个人就是弥赛亚 这只有弥赛亚能够行的神机啊 你在就业里面 很多很多神机 就是偏偏就没有这个神机啊 这个神机 保留给弥赛亚 谁做的这个 谁就是啊 弥赛亚 所以那个 那个巴迪买才会说 你们 对不对 就说 我们哪有听过 从创世以来 有谁开过瞎子的眼睛啊 对不对 那那法律扇 还是不承认 你到底是怎么看见的 我就跟你讲了啊 对不对 而且他把我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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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我的眼睛 又不是叫我去那西罗亚 去洗吗 奉差遣的啊 去那边洗啊 那我洗了以后才眼睛才很光明啊 对不对 所以他帮我 开我眼睛的时候 我还是很瞎呢 所以我也看不清楚 他长什么样子啊 我那么瞎 我都知道他是弥赛亚 这句话我替他讲啦 啊你们 说你们的眼视力是2020 不用戴眼镜 也没有老花眼 也没有近视眼 啊你们还看不出来 他是弥赛亚 所以啊 后来耶稣就说 正因为你们说 你们没有瞎 所以你们罪在吗 你们罪就在啊 你明明看见 以后审判的时候 就照你的话语 定你的罪 逃不掉 对啊 一对比啊 人家那么瞎的 都知道他是弥赛亚 那你们这些没有瞎的 看到那么瞎的 眼睛张开 能够看见 然后你们还要明明否认 这个人还是瞎 然后不是耶稣 医治他的 Are you kidding me 就这样子 OK 好 还有耶稣有一次进那个 那个什么 夜律歌城更厉害 一次开两个 开一个 虾子都已经很厉害了 买一送一大放送 吃到饱 一次开两个 那你还不相信 OK Anyway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第一次来 可是呢 你看 报仇 为什么他 你知道 这两个对比吗 报仇也不提吗 他的笔子 报仇是什么 第二次来的时候要报仇 第一次来的时候 开虾子眼 让你们知道 让你们知道 我就是弥赛亚 我就是旧约里面讲的那个 要来的弥赛亚 而且 里面这个关键 不是只有虾子跟龙 这还有一个家 一个人啊 他是又虾又龙耶 这也更难办了 又虾又龙的 那当他们以色列的赶鬼 他就必须要 他有一套Protical SOP 你要现在问这个鬼 你叫什么名字 那问题他是 又虾又龙 又牙 不然你要减量 找不到角度切入啊 没布啊 没布啊 可是耶稣不是 对不对 出去就出去了 讲了半天 我要讲的就是 他是把以撒书的61章 刚刚那一个节 把它放一个修纸符 那这个修纸符 差不多2000多年 差不多了 要开始跳了 什么时候是报仇之日啊 这个整个场景是这样 他那个穿的 全身穿的那个 他本来是白色的衣服嘛 对不对 可是那个上面都是溅的雪 全身都是雪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他下来了嘛 就是启示录里面啊 启示录里面在高阳婚恋了以后 他就叫人家去牵那个战马过来嘛 然后呢 他穿那个塔利 有没有 那个外袍嘛 那个塔利是白色的嘛 然后这边不是有那个条嘛 对不对 好 这样 然后呢 可是他就去 那个浸那个雪 或是浸那个葡萄 葡萄啊 一进 拿起来 就好像沾了雪一样 红色 穿上去 那个雪还在 那个红色还在滴 上战马 一上去 follow me 所有的这些 那个新妇的战将 新妇的军队 跟着他 天开 灵界跟自然界 再也没有 中间的间隔了 这些马 没有讲说 它没有翅膀 这些马呢 就这样下来 没有一匹摔死的 更惊人的是 世上的 君王 承载 敌基督 跟敌基督的手下的 全球政权 敌基督的军队 也准备好 聚集好了 等你们下来 我就把你干掉 很奇怪 如果你当时在场 你光是看到 我刚刚所描述的 那个场景 那个天啊 好像那个卷轴 打开了 那个开是怎么开法 就好像 书卷 以前就 古时代书卷 这样卷起来 这样打开的 天是这样卷 好像书卷一样 这样开了 天 然后上面 起了一个 万王之王 万祖之王 这样下来 一堆的天君 我给你讲 你没有下晕倒 你就算胆子够大的了 你心脏没有跳出来 又拿回去 你就算 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的 你还有胆子跑去 要跟他打仗 还想说你会赢 因为那个就是 超自然的军队 也是一样 Demonic Army 到了末世的时候 自然界跟灵界 这个中间的 那个曼子越来越薄 我今天讲这 你可能会吓一跳 好啦 没关系 胆子大的听 胆子小的 现在耳朵捂起来 听鬼故事 才几天前而已 Microsoft的专利下来了 那个专利是 它的应用是这样 你想像有一个 Robot AI机器人 你想像这样 好 比如说 父亲过世了 年老过世了 很想念他 那因为这个AI The Bot 他有他所有一些的data 甚至连他说话的 语气 动作 表情 这个就是那个专利 他跟你说话 这个就是AI 观 若 音 他用科技的面貌 邪灵 表面上跟你讲 这是科技的方法 你会相信 你相信吗 你如果不了解圣经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很好 我想念我失去的亲人 这给我极大的安慰 我们都失去过 我们想念的 所爱的人 符合你这个需要 AI 观 若 音 你认为 撒旦国度里面的 邪术 幻术 巫术 的灵 不会跟这个AI结合吗 百分之百 这个 就是我说的 我们现在已经 进到 第三壘 就在我们眼前 It's getting ready 这个great deception 这种的末世大骗局 有非常多的层面 非常多的面向 你不喜欢被这样骗 你还可以被那样骗 你不喜欢这两样的骗 还有另外一种的骗 你会喜欢被骗的 不然你想想看 你要骗全世界 几十亿的人 而且 还要 骗 犹太人 你不要被犹太人骗 你已经很聪明了 你还要把这些 犹太人骗得 团团团 所以 这种大骗局 是很深的 That's the great deception 不是那么容易的 OK 所以 我们要 天天查考圣经 看着我们以前 所发生的事情 你就一切都通亮了 你都有答案 千万 不要去 用AI观落营 都能帮你 做好 的事 大骗 一切都没